走 快快快快 赶紧 拿过去拿过去 你快告诉我 他怎么样了 快点快点 刀上不身 已上过直蟹伞 静阳两日便当无碍 太好了呀 这可不怪我啊 我本来是想替你挡刀的 谁让你非要挡在我前面 江儿 你快下来吧 七哥 没事 我可以的 七哥 你看我厉害吗 七哥疼吗 对不起啊 都怪我害你受伤了 没事 七哥不疼 七哥 你会永远保护我吗 放心吧 七哥 会永远保护千儿 秦老 你快看看殿下怎么了 这 这 这 像吐血了 殿下此次中见 并未伤及肺腑 为何会变得如此之重 难不成 那兵刃有毒 兵刃倒是无毒 只是 殿下在上次抗敌征战中 伸手重伤 落下隐疾 近日 隐疾发作愈加频繁 恐有性命之忧啊 殿下有隐疾 我为何从未听闻此事 殿下对此事 一直守口如瓶 想必是 有所顾虑 这病 难道就治不好了吗 老臣也只有 用尽各种名贵药材 帮其延缓寿命 原本 殿下应该 还有一线生计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 那能救殿下之人已死 不提也罢了 不提也罢 不可能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糟了 关键时刻 怎么少了一味重要的草药 什么药 我现在就去买 词药极其罕见 我也只在灵江老屋中有少量备药 只是 还须在三个时辰内给殿下服下赐药 否则的话 夫人 这 我还没告诉具体的位置呢 快去追上王妃 告诉药载 西院第二间房 左手药柜第三个 好 愿天有殿下渡过此劫呀 来啊 来啊 贾 赵青 你给我撑住 我的仇还没报呢 你绝不能死 贾 贾 贾老 夫人 夫人 你快看看这是不是花昏草 好 没错 这就是花昏草 我这就给殿下熬药 我这就给殿下熬药 太好了 太太 太医 你看 慢点 太医 夫人怎么样 无妨 只是疲劳过度 休息一下就好了 一夜奔袭三百年 在里真是难为她了 殿下这次 可真是娶了一个好王妃呀 那太好了 我这就去好药 等你 ata 去 donde 你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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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am Soy 这儿 PK 你俩 昨夜 您特发隐急 是王妃连夜赶了三百里路 才给你找到的救命影 后来疲惫昏倒后 一直叫着您的名字 属下和青老就想 你们都已经是结法夫妻 所以干脆就给你们 胡闹 他什么小分 你难道不清楚吗 小人知错 先妻也责罚 退下吧 是 周晴 你不能死 周晴 那个 我没有 你别误会 我知道 昨晚的事情 多谢夫人 那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好